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明朝末年来到北京兴医 他这很简单 就是拿个铃铛 晃到铃铛 叫虎称管这个走街串巷的郎中 一直到康熙年间 这才开始有了正规的药铺 所以这药铺出现 有人说跟康熙皇上有关 说康熙在宫里边有一天 突然间就得了一种怪病 浑身起红点子 养得不得了 哎呀 这个太医给看哪 又开这方那方 什么都包使 这康熙也心下烦躁 说这个病虽然不是什么大病 可是真要命 晚上睡不着觉 所以有一天晚上啊 他微服私房出宫溜着去 也是为了缓解身上这难受 结果走到个小胡同里头呢 看前面呢 有个小铺面 走外看的好像是个卖药的地方 一听里头呢 有读书声 在那读本草呢 读什么呢 康熙一看 说难得啊 晚上还是认真学习 就敲门进去了 进去了一看 有个郎中在那坐着 说您有什么病啊 我跟你说 我这 你看看 把衣服撩起来 身上就红点子 养的不行了 说这病不难治 我给你开方子嘛 说别开方子 我这有药呢 到后边呢 拿出一个包子来 打开呢 有这么一捧药 大黄 得有八斤 他说这个呀 你拿回去 然后呢 用这大黄啊 煮水 得煮一百多斤水吧 反正就割个澡盆子 你呢 在里边啊 少则三次 多则五次 在里边泡着 一次泡一个时辰 三天以内就好了 康熙回去 真按照来了 过了三天 神清气爽 红点都没了 身上也不痒痒了 康熙呢 这天晚上又出来 到这药铺这 谢人家 郎中您贵姓啊 说免贵姓月 哎呀 你手艺这么好 我呀 在内务府有个朋友 我想推荐您呢 去当太医 这月郎中一听说 我还真不愿意 进宫里 受那约束 我就想把我这药铺 开大点 玄乎济世 拯救丧生 还说那行 我写个条吧 你找着我内务府那朋友 没准他能帮你忙 我们这 有这项目 扶持扶持你 这月郎中 也没拿当回事 隔了几天 想起拿这条 到内务府找那人 一看皇上啊 玉比亲批啊 赶紧办呢 就给博了很多银子 所以这月郎中 没想到是这样 就用这银子呢 建了一个这个药铺 一想到皇上 对我这么关心 咱得对得起 人家 所以呢 选最好的药材 原料 哎 用最精致的炮制工艺 就这么着 把同仁堂 这块匾子 一挂三四百年 老字号就留下来 大家现在到同仁堂 你看 上面那幅对联 这品位随贵 必不敢捡物力 炮制随返 必不敢省人工 这是同仁堂 作为百年以上老店 留下来的 先进的服务经验 那咱们现在说中药 你说这品位随贵 必不敢捡物力 明明在甘肃 种出中药 非移植到浙江哪种去 那药效能一样吗 明明原来七八道工艺的 你为图省事 快挣钱 改成三四道 那药效能一样吗 所以说 如果我们现在的中药行的 真能遵奉同仁堂 这幅对联 恐怕现在中药 也不至于有什么信任危机了